12月25日,浙江省台办与浙江省农姓联社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杭州举行 双方共同推出了浙江首张台胞专属银行卡,台融卡 该战略合作通过发信联名卡,共建服务载体,提升台胞综合金融服务滞效等举措 进一步提升在这台胞学习创业就业生活的便利度和获得感 积极助力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相信通过这张卡的发放将有助于我们在浙江发展的台商 这个更好的榨根浙江,也会在两岸台商当中会引起更大的反响 也有助于他们在大陆的话呢,就是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活动现场,六名台商代表获得了这套台融卡 首发的台融卡包括借记卡和信用卡 两款卡的最高售信额度均达100万元 能够满足台胞台企的生产经营及消费需求 为广大台胞台企提供综合型金融服务 台胞台商等只需提供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方便快捷的办理 台胞在银行体系里面通常还是被以外资来对待的 那基于外资的情况,它又没办法审核我们的信用评级 没法去看我们过去的这个资金网来记录 那么所以在这边我们的信用记录几乎是空白的 所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它没有办法给我们各种受信 那所以这个是普遍在大陆的台商台胞遇到的问题 所以这个金融卡不仅是便捷度提高 那么在资金的节省使用效率上面也是更高,也是更好的 在今年的26条的全面打通金融管道 把台商不是当成外资而当成自己人 这张卡是因为非常很有利益的 作为浙江台商的一员 希望各位在浙江的,不管是经商 或是在这里二代,三代,四代 永远我们都把这张作为自己的一家 这张卡就是一个开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